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每週一股的環節 來到星期三,這次嘉賓是Jason和我們推介徵算的個股 Jason你好 先和你回顧一下上星期推出中國通號 見到今日市況非常不走,跌了差不多超過600點 整個星期,跌了526點,跌幅超過2% 但你推介的3969中國通號期間做得不錯 起碼逆市有得升1% 今日5收的時間是6.2的水平 如果跟你的建議投資買入,就是6.1.4 其實上星期的收市價6.1的時間 都貼近波幅的低位 現在應該是否繼續持有這隻股份 通號來說,雖然經歷了今天這個股災 但見到這隻股份的價格不是怎樣跌 比起很多,例如1800、中鐵建等基建股 今天普遍都跌了4-5% 這隻反而跌幅相對比較輕微 可能是因為上市到現在 股價都沒有怎樣升 而且股值都相對比較便宜 所以我也覺得,就算今天跌下來也好 但仍然是值得持有住 暫時都維持之前建議的策略 中線來說,仍然是7元 作為一個目標價 好,來到今天 今天公佈了財新中國PMI指數 原測市場的預期 所以都令到大家很憂慮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 大市跌了這麼多 是否很難選一些獨善其身的股份 是的,看到這些市況裏面 唯有選擇一些相對比較穩陣 或者跟整個經濟週期 或者大市民感度相對比較低的股份 就希望就算輸也好 都控制損失的幅度 甚至乎有沒有機會逆市跑贏大市 看到的確是,今天的市況跌了600多點 但藍銹股裏面都有小部分可以有的上升 其中一隻291華創 今天希望跟大家去介紹一下 是的,看到華創今日的逆市 竟然可以創新高 去到14元高建 現在正在做13.64元 先跟大家看看半年的業績 營業額半年升了6% 股東英佔日利升了3成 但毛利率方面跌了2.4% 經營利潤率升0.7% 順利率升0.5% 政府債對權益比率跌4.7% 這也是比較好的一份業績 也看回業績方面 營業額和純利方面升幅都不錯 對比起全國 其實上半年的國內啤酒行業的產量 是跌了6.2% 即是跑贏大市 沒錯,看到這份業績 雖然毛利率跌了一點 但不是完全沒有原因 因為看到今年上半年這段期間 澳洲方面的大物價格都升得相當多 很多這類型的原材料都是由進口進來的 變相如果他們的價錢一升 對於啤酒方面的毛利都會構成一些壓力 再看回整個啤酒市場來計算 今年上半年都真的一般 一來就說天氣在夏季方面 不算太熱 都影響了那些人喝啤酒的數量 二來都可能是因為內地方面的經濟是下限 你說內地的市民的收入 又沒有之前增長得那麼多 又或者都擔心接下來的前景 對於一些高端品牌的啤酒 一些相對比較貴價的啤酒 可能都減少了銷售 令到營業額雖然都可以升 但是增長的幅度相對是比較慢 但是比較同業來說 其實它可以升也算是不錯的 反而你說好像燕京又或者是青島等等 其實營業額上半年來講都是要倒退的 那看回那個純利方面都升了三成 也是相當之兩例的 那主要原因都是因為一些行政成本 或者一些分銷開支等等 這些各方面的成本能夠控制得比較理想 所以都見到在那個經營利潤率 和純利率方面都可以攀升之下 帶動到那個純利都可以升到三成 都見到我們業績簡介上面是特別著名 只是計算持續經營的業務 特別是說這個啤酒業務 因為華潤創業 接下來就會改名做華潤啤酒 在10月中的時間就會舉行一個特別股東大會 是尋求一個通過改名的程序 都會留意到9月18日的時間 雖然已經除了正 去到10月尾才會向股東派發 每股特別息是12.3 都看回他們對股東算是不錯 4月的時候華潤就宣布出售一個 非啤酒業務 即是做得比較差的一番 是給母公司華潤集團 作價原本是280億 之後提價去到300億 其實這次改名對於公司來說 有什麼好處 不單只是改名 因為整個業務的重組 將一些之前是虧得比較多的 例如零售百貨 或者是超市的業務 都剝離回賣回給母公司 一來就說接下來再出的業績 就不會經常見到它 即是要虧錢 二來得到一個一次性的現金 一個是cash回來 都可以幫到它 接下來進一步發展啤酒市場 或者是進一步投資更加多的品牌 我覺得對於這間公司來說 這個剝離業務來說 都是好事來的 再加上去之前除了剩下 如果你看回上星期它的股價 都還是二十多元的 但為什麼突然到這個星期 會得到十三個多呢 原因都是有十二個三的特別股息 都是派發出來 所以見到股價上面 都是有個調整的 但整體來說 如果你說是撇除這個 所謂除淨的因素 其實它現時的股價 比它宣佈業務重塑之前 都有一個相當不錯的征服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利好因素 就是Jason 都認為他的集團營運表現是好過同業 剛才都說過 整個行業面臨很多挑戰 包括天氣和大麥的價格 都持續高期 還有就是去年的基數都比較高 所以上半年的啤酒銷量 全國來說都是下跌的 但雖然雖然有個跌幅 0.8% 已經是遠遠是跑贏了行業 另外也見到 平均售價還有幾好的增長 為什麼會做得這麼好呢 因為在全國方面 剛剛提過有很多不同的利膽因素 都令到啤酒行業 特別是中低端的品牌的銷情 都比較差的 剛剛都說了 其實去年在6月份 就是世界杯開羅 未知前 都可能很多的酒吧 就入定很多的啤酒 就給世界杯一開的時候 那些人去到買啤酒 或者在酒吧喝酒 所以就令到去年同期的基數 是拉高了 所以今年上半年 整個行業做得差一點 都不是說完全是沒有道理的 但是見到當你整個行業 是有個負增長 說的是要跌成4.3% 但是這間公司的銷量 都只是輕微跌 就是不足百分之一 都反映了 在那個歷史當中 都做得比較好些 最重要的是見到那個售價 因為他賣的啤酒 雖然都是走一個 相對是比較大眾化的路線為主 但是由於本身 他都在這幾年裡面 就開始發展一些 相對高端少少的啤酒 在那個叫產品的升級底下 就令到他的平均售價 都有一個明顯的上升 所以為什麼解釋到 就是說銷量跌的時候 營業額可以升到呢 主要都是因為那個平均售價 按鍵來說 都能夠升到6.8% 所以比起整個行業 這間公司的加價幅度 算是一個頗理想的水平 都看回他怎樣好過同業 看回他跟其他品牌比較 因為說的 本土品牌 三大巨頭就是華潤 和青島啤酒 還有煙啤 這三大品牌 是三大巨頭 至於珠江這個品牌 是比較區域性 即是未至於全國普及的 看回銷量增幅 大家都是負增長的 不過華潤是零零射射 跌幅比較少 而銷售額的增幅 只有它和珠江有一個升幅 華潤方面是升了 約6% 珠江是升超過2% 這個數據來看 可以比較的話 都應該是青啤和煙啤 它真的做得比較好 是的 在銷量剛剛提過 就說整個行業都跌 所以你說集團都跌 0.8%就無可口飛 但看回你說好像青島來計 它以前就叫做 整個國內啤酒的龍頭一哥 雖然現階段就被華潤超越了 但青島其實的brand name 都是相當之強的 但就算是一個這麼好的品牌都好 在上半年一個逆市底下 它的銷量又或者銷售額方面 都是有個幾明顯的倒退 銷量跌7% 銷售額都跌了5% 另外燕京也是看到 銷售額的跌幅 更加是大於銷售量的跌幅 這個就是反映燕京在那個 啤酒的價格平均售價上面 都是有個很嚴重的壓力 就算你賣少3.6%的量 但講你的整個額要跌成9.3% 在銷售價前方面 都可能有個很大的跌幅 那個是比較方面 大家就一無了然 看到華創雖然都是跌的 但跌幅相對比較輕微 另外看到那個毛利率 可能大家都會懷疑 為什麼華創是零零射射特別低的 主要原因都是華創 本身在過去這十幾二十年 傳統來說 都是帶一個大眾化市場為主 特別去旗下華潤雪花的品牌 普遍來說定價不是特別高 另外它之前收購了那個金威啤酒 都是屬於一個華南地區 一個相對比較低端的品牌 變相就令到它在平均售價 又或者在毛利率方面 都似乎及不上青島和燕京 但如果你說計過毛利率的跌幅來計 其實在今年上半年 華創相對青島和燕京的跌幅 都是相對小一點 華創方面 是不是已經意到這個問題 接下來會拓展一個中高端的市場 因為我看到你第二個利好因素 就是會積極拓展租工檔市場 其實大眾化市場佔中國的啤酒市場 是最多的 佔了67.3% 而中高端方面比較少 中檔的話就是26.2% 高端的話就是豪華和超豪華 兩個加起來都只不過是6.幾% 都分為中高端和低端的時間 但是看到低端大眾化那邊的競爭 是相當激烈的 大家都知道 內地方面 始終現在居民的收入 雖然是不斷增長緊的 但是很多一些 你說二三四線的那些城市的人 都不是說真的很有錢 可以閒閒地 每一天都拿可能是20-30元 來買一瓶的酒 所以看回大眾化這個類別 我們都能夠是看回他們 可能每一瓶的啤酒 買的價格都可能是10元左右 你說去到豪華或超豪華 分分鐘可能過100元都有 所以價錢差距這麼大 不同的地方 都要因應當地居民的收入 那個情況 來推翻一個不同檔次的品牌 在內地來講 現在大眾化一些 相對比較低檔次的啤酒品牌 都仍然是佔一個絕對的多數的 其次你說中檔次 就是可能每瓶啤酒買 是十多元的 十多二十元的位置 都佔了兩成六 就是說中檔再加上低檔 夾夾賣賣 都有接近九成那麼多 在那個競爭方面 都是相當激烈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喝這些所謂低檔次的啤酒的時候 我追求的就不是一個質素 不是一個味道 純粹就是看看哪一個品牌 那個時間又可以減價 那我就可能買多一點 所以就令到一個價格戰方面 都趨向是很激烈的 大家打的都是純粹鬥便宜 以及鬥買一個廣告 所以這一方面都可能 就是為什麼令到在過去的 這兩三年來講 內地整個啤酒行業的毛利率 都有一個受壓的情況 都見到如果繼續走這個大眾化路線 公司一定沒有什麼運行 華創都意識到這件事 不過青島啤酒 似乎是繼續走一個大眾化的路線 所以都令到市佔率下降 大項都長淡了 另外也看回 剛才也提到 國內的居民收入比較低 但都隨著 之前國家主席 或者一些高層都在講 希望人均收入可以反擊 接下來可以利好不同的高端牌子的收入嗎 是的 我們都可以看回 中高端品牌的增長的幅度 都會加快 現在畫面上也看到 不同檔次按年增幅的比較 最低檔大眾化檔次 2014年 即是去年和今年上半年 都是錄得一個 就是銷量按年的倒退 相反 你見到一些高端少少 例如超豪華的品牌來講 銷量都可以有 超過兩成幾 甚至三成的增幅 你說可能去到豪華的 不是說最貴 但都OK貴的 那類的啤酒 都見到銷量 也是超過一成的增幅 反映現在在內地來講 都隨著可能一線城市的居民 收入越來越高 甚至乎很多二三線城市的居民 或者那些家庭 都開始有收入上的增長 令到他們都開始追求一個質素 還有現在可以說 很多人喝啤酒 就不只是買回家喝的 都會去餐廳 吃飯 酒吧 去到叫 當你說越多一些高級餐廳 或者一些大型的酒樓 在內地的城市開納的話 對於這一類型啤酒的需求 都會是比較大些 所以都見到 就說未來的趨勢 都應該是由一些中高檔品牌的增長 都會繼續領先大眾化品牌 但都值得一提 就說現時在內地 所謂超豪華或者豪華級的品牌 很大部分都是由一些海外公司 海外的品牌去到主導 例如大家去香港都很熟悉的 就說喜力、百威、加四百這些 其實內地現在的受歡迎程度都越來越高 如果華潤的啤酒 它有些什麼超豪華和豪華的品牌呢 是的 我們也可以看回華潤旗下的品牌裡 都分了不同檔次 你說超豪華的 它在最近幾年都推了出來 就說一個臉譜的品牌 你看它一支酒 最大的標準 就說是有個臉譜出來的 用這個作為一個打高端品牌的定位 我都檢查過 就說一個零售的價一支 就是臉譜的啤酒 買的售價都去到八十幾元人民幣 那比起你說它一些中檔次 或者甚至乎你說它最基本的 那個是雪花醇生這個brand來講 都還是要貴 就是一個零售那麼多 基本上一支那些 雪花醇生都可能賣的是二十幾元而已 那你說再低檔一點 去到金威來講 就像剛剛所看的 分分鐘大減價的時候 十元一支都有 令到就說在集團大一些 就是叫做超豪華和豪華品牌上 現在都開始有一個方向了 我都見到 集團現在的中高端品牌 佔了現在的業務大概三至四成 管理臣預計 來後的銷量案件可以增加 達到兩成至三成 早前都出售了非啤酒業務給母公司 可以支持100億的貸款給他們 可以提升他們接下來 發展高端的業務空間 還有目前啤酒市場市佔率是25% 剛才都說到 Jason就說他已經堪贏了青啤 成為了行業的首位 如果持續增加這個中高端的品牌 相信市佔率可以加快地上升 所以摩通都說 國內的超豪華啤酒品牌的毛利 就比傳統的大眾化品牌高超過九倍 Jason 接下來是否都看好它的市佔率可以升得很好 是的 我們都在說中高檔品牌來計 始終他之前剝離了非啤酒業務 現在多了這100億的 甚至乎母公司都說他再借100億出來 接下來可以再做一些收購 又或者就算不再做收購 利用現時的廉普品牌來計 都仍然可以有發展空間 因為始終他在宣傳上面可以再做多些 而且都要比較一下 計算一下毛利率來計 剛剛提過的 如果你說在廉普一瓶酒賣八十幾元 其實所賺的毛利都可以去到六、七成 即是賺了一個相當高的毛利 相反地如果你說去到一些很大眾化 很低檔的啤酒 基本上雖然你的原材料是便宜些 但由於你每瓶酒賣的價格是低那麼多 那你所賺的毛利都有一個相當大的差別 接下來如果你說集團繼續搶的市佔率 我覺得就不能夠再集中在一個低檔品牌那裡爭 反而就說接下來能不能夠可以在一線城市 一些叫貴價品牌在那裡做多些的功夫 可以增加市佔率呢 那就令到它整體的銷量都會有個明顯的提升 我看到第三個利好因素 早前做節目的時候都和你談過 就是見到八位英駁收購SABMILLA 兩大巨頭、國際巨頭去合併 怎樣可以有什麼細節呢 見到九月中的時間已經傳出來 就是全球最大的啤酒生產商八位英駁 計劃收購同業SABMILLA 如果交易順利完成的話 就會締造市值2750億美元的啤酒商巨頭 全球市佔率會高達三成 三分之一都是它們的 SABMILLA持有華潤、雪花、啤酒的股份四成九 即是接下來可能都會轉到八位旗下 其實八位目前在內地方面有什麼品牌 因為你剛才都說高端的品牌 全部都是海外巨頭的巨頭 兩成半 兩隻加上市場也有四成幾 至於具體說八位旗下在中國打什麼品牌呢 當然高端的有一個最貨品牌的牌子 即是Stella方面 HOLD GARDEN方面 屬於它 另外低端一些的地方品牌也都有 例如剛剛都提過的珠江啤酒是屬於八位旗下的 另外哈爾濱主打北部城市的那些品牌也屬於八位旗下 所以如果你說單計八位其實在現時內地方面的受歡迎程度 又或者整體的市佔率都真的相對不差 接下來它真的跟SABMILLA做了合併 做了收購之後 它就有機會立了華創旗下的雪花啤酒那些股份 所以兩種加起來的市佔率 剛剛都提到也有四成多 如果是的話 集團又如何可以受惠兩大巨頭的合併 除了Market share佔得非常之高之外 是的 我們都看看幾個重點可以留意 因為你說接下來 它能夠雪花啤酒那些品牌 就是剛剛提過的可能是念普 又或者是金威 再加上白威旗下的品牌 相當不得了 它有這麼強的市佔率 可以做一些所謂營銷的策略 例如選擇在哪些市場那裏 打哪個品牌 例如行高檔路線 可能在那個市場可以選擇 打雪花啤酒的念普 在另外一些市場底下 又可以打Hogarden、Stella這一類 避免一個所謂自己打自己的情況 在那個宣傳開支 或者做一個推廣的成本上 可以減散都得到 不用說經常都要打個價格戰 或者經常都要鬥賣廣局 來浪費金錢 所以我相信這個協同效益是挺重要的 再加上本身 如果將來百威英博 如果以一個相對高的價錢 買到SAB MIRR 亦都會令到全球的啤酒股分 的股值會提高 甚至大家都會再想多一層 究竟將來 中國的合併 整個啤酒市場的重組 合併上會不會再加快的步伐 又或者百威英國收購了SAB MIRR 之後要打中國市場 會不會再有機會收購內地其他啤酒品牌 這個動作或者這個憧憬 都是令華創 或者其他內地啤酒股 都能夠受惠 Jason你也提到 百威加上華創持有的啤酒品牌 控制整個中國市場 差不多四成二的市佔率 這件事都打擊其他本土市場的品牌 中國政府會不會見死不救 這個就是屬於一個最大的風險因素 我們剛才說的利好因素 就是有機會成功收購了SAB MIRR之後 百威就全球最大 來到中國亦都聯合 華創旗下的啤酒業務 做了一個很壟斷性的格局 但是始終內地方面都有它的反弄斷法 如果你說接下來真的有這個局面存在 都有一些大行是擔心 會不會就說SAB MIRR 即現時拿著的那四成九的股權 接下來轉了下去百威旗下 之後呢 有機會是被迫要賣出來 可能賣給華潤的武公司 華潤集團 如果你說接下來真的要迫他們 要賣出一些股權 即是代表華潤啤酒 就沒有了靠山 沒有了一個這麼出名 這麼強大的外資夥伴 變相對它接下來的發展 都會有些影響 是的 看到華廠今天都創了新高 你會不會都設下一些價位去買入 是的 我們都看策略來說 我覺得今天它的價格 在逆市中升了一些 即是14元 我也覺得可以再等它回到 13元以下 大概12.8元這些位置 才去買回 目標價初步定回 都是中線來說 先看回15元 好啊 謝謝你的推介 最後跟你做回申報 剛才說過的股份 請問有沒有持有呢 沒有持有的 好 有一會兒 還有其他的直播環節 待會再見